哈喽大家好 那这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怎么样自定义我们的手势识别器 并且去使用我们的自定义手势识别器 好吧 那之前已经打下了很好的操作和理论的基础 相信这堂课你一定能够轻松的把它搞定 OK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自定义手势识别器的这样一个步骤 那这个步骤呢 有的人说桑蒂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只能告诉你我是看的官网 所以大家在官网上也是可以自己去找到的 如果需要地址的话大家自己去搜 那当然我为了给大家讲课方便 我其实已经把这个地址给大家下下过来了 就是放到那个我们的收藏夹里面了 你看这是我们的手势识别的整个过程 对吧 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就有一个如何去建立我们的自定义的手势识别器 所以大家如果跟着来操作几步 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给他做了一个总结 第一步 继承 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凡是什么自定义 我们之前既然有了自定义UI组件的经验 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继承某一个机类 对不对 那这个机类我相信到现在了 大家猜都能够猜得出来 叫UI Gesture Recognizer 首先要继承这样一个机类 那我们相当于就去实现自己自定义的嘛 包括我们之前学过的什么 Type Gesture Recognizer这些都是继承于这个机类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要import 引用一下我们的UI Gesture Recognizer 有一个叫subclass这样一个类 为什么要引用它呢 我只能告诉你这是历史一流问题 这是以前OC的里面的一些东西 包括必须要引用这个头文件 因为引用了这个头文件之后呢 它才会出现我们之前学过的event phase的那几个阶段 什么begin 然后move的这些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 但现在呢 它平移到swift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设计模式了 它这个设计的非常不好 要是我不会这样子去做 所以其实这一块的话 它包括实现相应的一些接口 应该让它的机类reconglider来实现 那这块是苹果 应该说他们工作还没有完成的地方 这也是苹果这一块的设计 是没有设计好的地方 苹果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设计的非常完美 所以这个我们先理解和谅解一下他们 所以如果有机会 希望它将来会在这块进行一个改进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记住就好了 因为我只有引用了它 我才能用到我们在touch事件的判断的那几个方法 那几个阶段方法还记得吗 就什么touch什么begin touchsmooth这些东西 然后那第二步呢 那猜都能够猜到 不就是实现我刚刚说的那几个方法了吗 对不对 那实现了这几个方法 然后并且进行一些算法的判断 我们就来识别出一个手势 什么叫手势 就是点 就是我们来 这个话我突然提出来 什么叫手势 这个值得深究 大家想想什么叫手势 你知道了什么叫手势 你就知道我们手势识别器 到底应该去做什么事了 手势说白了 就是点按照规则排列成线 是不是 我们从原理来说 是不是就这么回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怎么去判断手势呢 说白了就是判断规则 就个例子 画一下 比方说我要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手势识别器 这个手势识别器 它是不是按照一定的规则 下右一滑 对不对 我可能也要做一个这个手势识别器 打个勾 对不对 还有打个圈 这种手势识别器 大家想想是不是都是一定的规则 对不对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要根据我们的 就是我们自己要一些算法 包括一些几何形的算法 我们去判断 它是不是那些点证组合起来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知道 这个手势是否被识别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叫手势 以及手势识别的过程 那么后面我们也就知道 我们怎么样去做 对吧 好 了解了这两块 所以我们手势自定义 其实蛮简单的 就两个步骤 对吧 那好 了解了之后 我们来做一个案例 什么样的例子呢 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是我们的屏幕 我做一个这个事 从这儿滑到这儿 的这样一个手势 怎么样 这个简单吧 好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手势应该怎么去玩呢 大家想象 我从这儿滑到这儿 那首先它的begin 或者最开始的点 应该是在什么 左上角这个点 有的人说就放在00好了 对吧 对不对呢 好像不太对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认为的左上角 你真的把手指放在这儿 会不会有误差 它很有可能是有误差的 对吧 我们认为是左上角 你点下来它可能是00 有可能是05 有可能是50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是应该是一个区域 在左上角的一个区域 滑到同理右下角的一个区域 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区域 我就给它一个10的 这样一个误差好了 那所以其实就是10和10的 这个范围内的 这样一个矩形区域 同理下面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样子我怎么来判断 它是这样滑下来的呢 这个是不是也很简单 我只需要判断 你有很多种算法 我用最笨的 也是有漏洞的一种算法 就是我设定了两个变量 一个叫左上角 一个叫右下角 这两个变量呢 刚开始是false 否 当我去检查 它的手指在了左上角 然后 同时又在了右下角 我就把这两个都为true 然后我就认为 它这个手势识别成功了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建一个项目 建一个项目 定义一个手势识别器 我们当然自定义一个类了 对吧 按照我们刚才第一步的规则 还记得吗 我们首先要继承 我们的UI GestureRecoglizer 这样一个类 所以我们叫UI custom GestureRecoglizer OK OK 这个子类就定义好了 当然把这个换成UI key 然后呢 不要忘了 我们还要import谁啊 这是必须得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实际上 要用那几个方法 什么touch 我们来看有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我搜了一下 没有 所以我要import UI key的点 UIGestureRec 就把下面这个 加上一个subclass就可以了 我复制一下 subclass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会不会出现 我们那四个阶段了 大家看是不是就出现了 哇 真方便啊 那这四个阶段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touch 就是点嘛 我们说多点触控 多点触控 你有几个点触控了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就event 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事件嘛 对吧 那事件无非就我们那三种类型 还记得吧 什么touch motion remote control 这几种啊 好 那我们今天只识别touch 然后我们那就把它放过来吧 override一下 同样的 我把其他的也放过来 好 OK 那这些我先不管他的 先不管的 就先return一下 让他为空啊 就相当于不实现他 然后我在这里呢 有一个好玩的 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啊 然后我说我要给他定义两个变量 哪两个变量呢 一个叫左上角 left top 对吧 让他是一个force 然后叫还有个右下角 right down OK 这个是用来 其实就是两个标识了 就是两个标识 那好 我现在在这个move的时候 我就来干嘛呢 别忘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是什么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move的时候 我先判断 他是否进入到这个 这一块区域里面 如果进入了 我就把这个设成tru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进入 那我这个还是false 我就不管他 对不对 当然你要记住啊 我们在这儿 手指放在这儿 他一定是一个 会连续的去执行 当这个move的这个方法 对不对 他是连续的啊 同样的 我们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来先得到 他当前的这样一个位 这个这样一个点吧 touch 点 放说any object 这是他的任意一个 就是我们如果只有一个点 他就是第一个啊 my touch 等于这个 as一个UI touch 好 这就是一个单点了 这就是一个单点 然后呢 我得到他的一个触控位置 对当前 我总要知道 他现在点的位置吧 对吧 我这就是为了得到一个位置的 那 my location 等于他 好 那么当前的位置 我就得到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就来判断 在move的时候 如果my location的x值 小于10 并且my location的外值 小于10pt 则设置这个为left top 等于处 对吧 那同样的 我再判 那我还要判断 他什么时候滑到右下角了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如果my location的x 加上10 大于 大于多少呢 那就是我们当前这个仕途的 整个边界了 对吧 点棒 棒子 点 应该是什么 这个是xy 并且 这个我用括号给它扩起来 并且 这里头这些逻辑啊 有些初学编程的同学 不明白的 你自己可以在纸上打一些草稿 它的y也是大于 加上10 也是大于self.view 点棒子 点heat ok 然后扩一下 这里注意运算的优先级 好 那如果说他们实现了这一块 我看一下 他大于他 并且他 大于他 多了一个 ok 则 right down 等于处 好 我们下面再判断一下 如果left top和right down 都为处 则就表示手势识别成功嘛 手势识别成功 对不对 那手势识别成功 我们怎么办呢 touch掉 手势识别成功 我们就这里有一点 就是设置一下 他当前这个手势识别器 有一个叫state 状态 状态 就是用来标识 当前这个手势识别器 状态是成功 那么就可以了 那么他这个状态有哪些呢 就UI Gesture 这是一个美举 你看这里有哪些状态 这个状态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画的 那几个状态的状态机 对吧 他可能开始 他可能退出 对吧 他可能change的 等等 那成功的是谁呢 是end 对吧 就可以了 好 这就表示手势识别成功了 那这样一个手势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定义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为了测试一下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去使用这个手势 那使用这个手势 其实跟我们用编码的方式去使用什么 Type Register Reconglizer 这些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那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 我放个绿色的UI View上来吧 UI View 因为大家想想一下我们那个手势识别器 实际上他现在他的那个Self View是谁 我们知不知道 不知道对不对 只有当他跟某一个View建立了关联绑定了之后 就是那个View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View来吧 OK 再稍微小一点 都可以 然后我们的Outlet GreenView 然后同样的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有了他了 我们就开始要 我们这个时候可不是说在这找个Gesture 给他拖过来进行关联 而是什么 编码实现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玩一下 那这个就很简单 然后我们说了 怎么去使用一动态的编码实现呢 首先实力化一个手势识别器 第二步是什么呢 绑定手势识别器和视图 试图 试图 OK 第三步干嘛呢 相应的方法实现 好 实力化一个 比方说我们VI一个 这个NewGesture等于UI custom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init一下 我们给他重构一下他的负类的构造函数 重构一下他负类的构造函数 就跟他负类执行一样就行了 这个很简单 好 好 那同样的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 用它 Target就Self就可以了 Action我给他起个名字 就叫什么呢 HandleCustomGesture 好 那这个方法我当然可以在下面去实现它 对不对 FunkHandleCustomGesture 然后Sender这个给他一个UI custom OK 好 这就待会我们的这样一个方法的这个实现 好 那这个实力化完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把它跟我们的视图相绑定 哪个视图呢当是GreenView了 这些都是之前学过的 我就不详细解释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去实现我们第三步就是这个方法 其实应该就把它放下面来 好当这个手势识别成功了之后怎么办呢 我就打个log就好了 滑动斜线 我们叫斜线手势 识别成功 OK 我们来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看一下这些有没有字母哪打错了的啊 验证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手势识别器的定义和调用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来划一下吧 是不是这个太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有可能这个窗体没有这么大 我就把它稍微弄小一点 有的人说为什么Sandy 你这明明定义了中间 它却没有真正在中间呢 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太大 而这个屏幕本身没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 所以实际上 它要优先保障 它的这个显示大小 明白吧 把它弄小一点 OK 滑动 大家看是不是就成功了 我们果然用一个斜线的手势才最终成功的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如果在这儿滑呢 就不行 看没 我从这儿滑 看成功了 那就必须要这样 让大家清楚一下 看没有 应该reset一下 我在end了之后 把它reset一下 reset就表示手势再重新识别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就成功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一块 那么为了 为了看一下细节 我们多打点东西吧 nslog 我们先打一下什么呢 打一下 在它每一次的时候 我们都打一下这两个值的状态吧 好吧 left left top 然后 write down 这样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它这个整个过程是什么样子 你看我先点下来 运行 看没有 下面它实际上是一直在检查这两个状态 看没有 true force true force 一直到两个都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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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了解一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扩展的 因为我刚才的这个识别其实是有不少的漏洞的 对不对 因为按照这种识别方式 按照这种识别方式啊 实际上什么呢 实际上我从右往上滑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还有我没有控制速率 我从右下角往右上角滑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识别成功 对不对 只要两个点都能满足 那另外一方面 我这样子滑绕着滑 它也是可以满足的 对不对 也是可以满足的 也是可以满足的 那好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去限制的 很多地方可以去限制 那怎么样去实现这样一个限制 怎么样去完成更好的一个限制呢 那比方说 有的人就说了 桑迪 我就觉得你这个就有很多的bug 对不对 好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告诉大家 其实并不是非常严谨的算法 那实际上真正的 我们要第一顺序 滑动顺序 对吧 第二 轨迹 第三 可能还会有速率 速率当用valesity 这个我们都讲过很简单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 我首先考虑第一个点就在这 而且是有序的 第二个点至少经过这 对吧 第三个点在这 对吧 那如果这样子连起来 实际上是我们应该是带入一个什么 带入一个方程式来进行计算 这样来算出它的每个点应有的位置 来看它匹配 是不是在这条线上 当然允许有一些误差 对不对 允许有一些误差 这样子我们才能保证 它是真正的一条斜线下来的 当然这个算法就稍微有点复杂了 我今天也就不给大家去演示 所以包括如果大家还要去实现 更复杂的一些手势 这些其实都是由 跟我们数学计算公式是有关系的 那甚至有些地方还用到sine cos 什么开根这些东西 那跟微积分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要做好一个非常好的手势的识别 它是不那么容易的 不那么容易的 那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演练一下 演练一下原理 真正的好的手势识别 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算法 好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好了 我就不给大家去做这样一个扩展了 好 那到这里 大家相信已经了解了自定义手势处理 但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鸡肋的 就是不要忘了 一定要引用我们的 UI Gesture Reconglider Subclass 这个内容你们可能在Swift 整个网上你们都找不到 这个因为这个内容 你会发现百度上面所有内容 全部是骗人的 都是以讹穿讹 好 这堂课大家下来练习一下 作为我们这整套课程的收尾 那这套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内容就是 可不可以 这套课程中文字出现 二游 课程中文字出现 这套课程中文字出现 图程中文字出现 这是真正的 感谢观看